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10月22日 今天是星期六 我們這一節繼續跟大家揭露 建制派的矛盾正在慢慢加劇 我們上一節 跟大家就是獨家揭露 那個是爆料環節 我們這一節 根據 爆料內容 我們再做一些推測 再做一些分析 我們越來越多理由相信 就是這次所謂599G 599L事件 上一條標題 正確來說應該是599L 因為 那個免針子的條文應該是出自599L 不過不要緊 對於絕大多數的香港人來說 法例 的名字 其實根本也不重要 你從來都不會記 那個號碼了 這個免針子事件 再一次成為了一個 巨大的建制矛盾 這個矛盾我們看到 似乎接下來的鬥爭越來越深 亦根據 獨家了報導 這個 將會有第2甚至乎第3輪的 司法覆核 就著這個 免針子和相關的法例 進行挑戰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香港好像很久沒有進行過 的司法覆核 的所謂抗爭 正在繼續進行 大家都知道早前 就著這個免針子問題 說他不夠法律理據 出來就是大大力攻擊這個 港共政府的 正正就是這個所謂江派議員 江玉歡 他自己姓江 他不是真的江派 現在這個案件就是有 長洲覆核 王 之稱的郭卓堅 出來申請司法覆核 挑戰政府 還要政府被判敗訴 大家想一下到底這個 江玉歡會不會夠膽 跟他們站在一起 很明顯 是反中亂港份子 在政府眼中 當然我們不同意 不過這個是 政府的說法 是親建制人士的說法 整個矛盾開始越來越激發 這次外國法官高浩文 在判詞裏面 甚至乎 不點名 去讚揚立法會議員 去質疑 以及 宣告 免針止有問題 的這件事 於是有一大堆 親政府人士對江玉歡非常不滿 認為江玉歡 借一些意義出來攻擊政府 到最終令到 政府 打輸官司 打輸官司要賠唐費 這件事 你問我 我也認為 這次 無論如何都好 江玉歡 開始站在下風 因為 香港那群建制派藍絲 向來都是說你們的反對派搞搞震 申請司法覆核 濫用司法程序 Black Black 說一大堆 說你們輸打贏要 所有 所有 申請司法覆核的案件 他們全部當成 就是政治案件 全部 說你們 利用這個司法 就是搞瘋咬魚 這次還要 鬼佬法官的判詞就是筆點名 讚揚立法會議員 去捍衛這件事 所以 江玉歡 可以說得上 這次一定是糟糕了 所以 江玉歡要立即 出來 出來要澄清 接受 傳媒訪問 出來強調自己 我不是反政府的 我沒有計劃要反政府 你沒有計劃反政府也不要緊 你的事實 客觀事實 我用建制派的角度說 建制派的角度說就是你現在說完這件事 政府 就是被人覆核 覆核完 還要輸了官司 輸了官司 還要在判詞裏面 大讚你 所有事情 這次被吳秋北講中了 是不是 成功上位了 每一件事都會贊你了 光環拿到盡 當然 我們完全同意本身就是政府自己出錯 但是政府自己出錯 建制派也不是這樣想的 許錯 錯你也要頂 錯你也要幫他cover 這個才是 他們認為建制派 立法會議員要做的事 但是 本身建制派裏面的 所謂藍絲 對於政府要動一些西衣 要動免斟子 本身已經存在著 很大的反對聲音 只不過這次 就找了這個 江玉歡 出來做爛頭桌 負責頂著這件事 整件事 過去香港的政治鬥爭 也是差不多的 就是 建制裏面的既得利益者對某件事他們不同意 然後 就是找人出來做代言人 然後 再有 結合了民間的反對派 例如今次 還有人出來 提請司法覆核 這個格局 就是香港一貫以來的格局 其實 能夠司法挑戰成功的案件 多數是 建制裏面有人對那件事不滿的人 不滿的案件 當然事實上 政府 政府 就是這個 勞重貿 看這個599L的時候 是嚴重地失職 他們如果不是連那麼簡單的條文 都沒有看清楚就那麼高調動手的話 當然也不會有那麼大的陷阱可以踩下去 所以 真的缺一不可 不是五大訴求 在說踩陷阱 如果不是你自己錯得離譜 也不會有這宗官司可以走出來 政府犯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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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需不需要 這裏又會很嚴厲了 不好意思 你需不需要去申請司法覆核的人 出來大讚香港有法治呢 真的不好意思 本來 你說有個這樣的官司 挑戰了這個香港的 免針子 挑戰了這個 勞重貿 本來是真的沒有問題 但是 你用不需要 立即出來 出來做這個香港法治大旗手呢 你憑哪一樣東西 去覺得香港現在充滿法治呢 我真的很想 問郭卓健 你打官司不要緊 但是 你這個評價 對於 香港說很有法治 我非常之有意見 我相信不只是我有意見 絕大多數 受過司法不公 香港政治迫害的人 都絕對不會同意 香港有法治 而且 案件還沒有到最後 還有 很多關卡都還沒有過 又可以上訴 又可以釋法 又可以修改法例 又可以有基本法附件 你過了那麼多關 你才跟我大讚香港吧 雖然我們同意 這個針對西醫 開出來的醫生子 絕對是一個不公義 這次 令到政府 那個 政策 以及政府的行為 無效化 這件也是好事 但是我絕對不會 跳躍到 去讚賞香港有法治 有法治 有司法獨立 這些全部是 港共政府 現在 想急於要恢復香港經濟 急於想告訴全世界 我們有制度 的說詞 我們是不會無端端 在毫無基礎之下 最低限度 你起碼有100多宗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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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 這宗案件我認為還是未完結 首先還會面對第二輪 的司法覆核挑戰 第三件事 如果政府再持續 那麼難看敗訴的話 他在本地方面 也會透過本地立法會 立即更改法例 當法例更改了之後 現在這個案件 就會變成學術案件 因為條例已經更改 最多政府 之前的判決 關於他認為免斬止無效 這個決定 就是被推翻 但是 法例 一開立法會 立即可以改到了 瞬間 就能夠改變了現在的局勢 所以 做香港法 法治啦啦隊不要緊 過了後面的關 都是你贏才說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說到這裏